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德國杯決賽週日凌晨火爆羅集 對陣雙方分別是RB來比錫和法蘭克福 比賽場地為帕林奧林帕克體育場 M迪波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雖然RB來比錫近方方面優於法蘭克福 但兩隊近六次交鋒停分秋色 今季聯賽雙場環交鋒都是角勝一場勢坤力地 雙方金賬再度交鋒 一場激戰不可避免 決賽成績一攬 RB來比錫以德國杯為免冠軍的身份再次撒入決賽 這是他們隊士第四次進入決賽 前三次成績為一貫兩硬 上屆決賽 紅牛和廢雷寶虎戰120分鐘都未能分出勝負 最終通過十二碼大戰勝出 奪得隊士首個德國杯冠軍 法蘭克福則是隊士第九次闖入德國杯決賽 之前八次有五千最終登頂 最近一次奪半發生在2018年 豐富的決賽竟認為他們今將增添不少的真勝法馬 實力和狀態的分析 RB來比錫今季得甲再次以前四收官 球隊已奪得歐半聯的參賽資格 所以無需要通過奪得德國杯冠軍來獲得精戰歐洲聯的機會 戰異方面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弱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 紅牛季味狀態極佳 最近十將各項賽事豪取九勝一負的佳責 當中手下敗仗包括今季得甲前二的 拜仁慕尼克和多蒙等 可以說取勝行金量極高 RB來比錫擁有得甲第三強勁的進攻火力 困牆入球達到1.800個 全季多達18人取得過破門 為今季得甲之罪 其中射手基斯道化尼坤古 就算因傷缺席了九場聯賽都有16球的進將 紅牛厲害的進攻往往令人忽視了他們的防守 而知道他們是今季得甲防守第三好的球隊 而且今季得甲球隊五戰緊失兩球 防守或會成為RB來比錫 金像真冠的關鍵武器 對於發行克福來來說 他們今季戰意要比RB來比錫更為強烈 原因有兩點 第一 今季得甲以第七名收官的他們 目前僅鎖定歐協聯參賽資格 球隊迫切需要在德國杯中奪冠 以獲得精戰歐洲聯的資格 第二 由於主席加斯拿和中場主力 蓮田大地已確認今下將會離隊 不僅是他們二人不想留下遺憾 而且全隊上下都渴望衝擊冠軍 來為他們的發拿克福生涯滑水圓滿的句號 其實發拿克福今季得甲進攻演出都捧為搶眼 以昆長1.71個入球緊接RB來比錫身後 但同時昆長1.53個膝頭的防守 成為他們此役爭冠的一大隱憂 加以貴美狀態近10將各項賽事 4勝3和3負軟不及紅偶 發拿克福必將會面臨一場惡戰 在關鍵人物方面 RB來比錫射射手添武華納今屆德國杯 斬落5個入球 在今屆賽事射手榜中為列次席 他在最近一次交戰法拿克福的聯賽中 都貢獻了一射一傳 而排名今屆德國杯射手榜首位的 正是法拿克福前鋒 蘭道高露梅安尼6球 他在半準決賽和準決賽中 都有攻入制勝球 上兵方面 上庭方面 RB來比錫章 缺少祖斯高格華迪奧廷彩 本將古拉斯雙和前鋒安祖斯華雙 法拿克福只有後衛 是H.C.莫爾維治一名雙縣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